再看到中国媒体表态挺港警 人民预报在微博发起支持香港警察的活动 除了大批中国议员表态 台湾议员欧阳娜娜和赖冠林也跟进转发 丽晴天也在IGPO文说香港人民理智都去了哪里了 也引发港台网友众怒 从13岁的时候就到美国念书 其实他们都会想要了解你 但他们都第一句问你说你从哪里来的 然后就是说我是来自中国的小朋友 讲着一口流利北京腔 今年3月欧阳娜娜在节目上标态支持一个中国 说自己是中国人 这回又因为在微博发文挺港警引起争议 转发人民日报写着我也支持香港警察的图片 还标记香港是中国香港 和写上中国缩写CN 附上一个爱心符号 欧阳娜娜对香港警察的行动毫不避讳 表达支持支持港警的台湾艺人还有她 台上帅气演唱南韩限定男团 湾达湾出道的台湾男星 赖冠林在微博大胆表态 红底白字清楚写着 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 赖冠林的发文还特别加上三个五星旗 其实之前赖冠林就曾发过 曾演出多部台湾偶像剧 艺人栗晴天针对香港世界 特地在IG发文同样支持香港警察 文章更写一句话 理智都去哪儿引发港台民众不满 台湾明星艺人纷纷在网络上表态 也让香港的这把火持续延烧 三十五个掌控制也特别了